988聚焦东盟 早啊你好我是Cindy的新锐 欢迎来到988聚焦东盟 带你关注东盟大小事 那如何看出一个地方的经济状况呢 或许我们可以透过看当地上班族的薪水 上涨幅度有多高 这个地方应该可以看得出吧 那国际人力资源管理顾问机构 ECA International呢 最近就发布了各个国家在2020年的 预测工资增幅 结果呢前20名当中有13个都是亚洲国家 印度呢也连续第二年排在了全球第一的位置 那根据预测当地员工的薪资增幅呢 预料是达到5.4% 但是其实这个幅度是比去年的5.6%下滑了一些些 而从第二名开始到第五名呢 全都是东盟国家 依次分别是越南 印尼 柬埔寨和泰国 其中呢越南的工资涨幅就预计明年会增长5.1% 印尼4.6% 柬埔寨有4.2% 而泰国呢就预测会增长4.1% 菲律宾排在第七名预料增幅是3.7% 这个情况是比中国还要好哦 中国方面呢这个预计增幅是跟韩国一样都是3.6% 那针对这样子的一个排名ECA就解释 其实全球呢平均水平只有1.4% 但是在亚太区内呢许多的经济体通胀的水平都比较低 生产率呢也不断的在提高 导致薪资水平是比其他地区更加快速的增长 平均的增长率是达到3.2% 这个数据呢是欧洲平均水平的接近三倍那么多 而且前十名国家的预计增幅呢基本上都比亚洲平均值来得更高 那然而ECA就表示并不是所有的新兴亚洲国家都可以从中受益 其中呢就包括了我国马来西亚 这个机构就提到马来西亚的上班族呢实际的工资涨幅 甚至呢预计会比几年前更大幅度的下降 而明年的薪资涨幅预计就会从今年的4%下降到2.9% 来到年底的旅游旺季应该有很多朋友都会安排去到我们的邻国泰国玩一玩吧 因为感觉比较经济实惠嘛 如果说要飞欧洲的话感觉又要花很多钱 但是你知道吗其实不少的旅游网站都算出 在旅游旺季期间呢泰国的海边度假村比欧洲还要贵 那其中Datlam Travel Group的这个报告就指出呢 在泰国住民的岛屿比如说Kosamui苏美岛 海边度假村每天晚上的房价是高达500美元 大约2000令吉 但这个呢是最最基本的房型价钱而已 就已经直逼希腊意大利跟西班牙的五星级酒店价钱 那即便是在德国奥地利或是瑞士呢 山区的高级度假村每天晚上的房价也就只要450美元 大约1800令吉左右 那不少的旅行社都认为呢泰国酒店的价格已经到了明显过高的程度 甚至有人担心在未来的6到18个月内呢 负面的效应会越来越明显 因为呢泰铢的表现是依然强劲 有一些机构就认为对于一些欧洲游客来说 其实泰国已经慢慢的失去神奇的魅力 可能是跟当地的政治局势有关 也可能是因为当地的旅游业过度发展了 反正这一切对于泰国旅游业来说呢 肯定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是因为最后我们来关注香港的情况 香港高等法院昨天就裁定禁止蒙面法是违宪的 那根据了解当地政府呢 早前只有第一次动用了紧急法 订立了禁止蒙面法案之后呢 引来多名的议员申请司法复合挑战 他们认为紧急法绕过了立法会 赋予特首不受约束的立法权利 违反了基本法 而且在颁布这个禁止蒙面法之后呢 激起更多的抗议示威 而早前也曾经发生过 有一些记者在工作的时候被扯下房屋面罩 无论如何高等法院昨天就裁定 禁止蒙面法对于人民基本权利的限制呢 是已经超出了合理的需求 因此认定这项法案是违反宪法的 那另外由于香港的局势依然是不稳定 因此当地的教育局就宣布 全港学校今天是继续停课 好了 九八八去到东盟呢 今天为你跟进的新闻就到这里 记得关注我的Facebook 去到九八八 DJ Cynthia CYNTSIA 我们明天再聊